透过两色色源的诗词吟唱 彼此互相切磋交流 除了丰富个人文学涵养 更能借由活动感受诗词悦音之美 期望互相增进色源的文学及创作能力 发扬传统诗让国粹继续保存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 竟由朗诵吟唱诗词来亲近中华文化 是简单又令人愉悦的入门方式 除了诗词吟唱之外 也教导学员们创作 开启艺术创作的潜能外 更丰富学员的生活与心灵 诗词金像可以让我们的性情 受用变得更好 而且因为透过金像这个诗诗 我们就要去讨这首诗诗 我们想要了解这首诗诗 在说什么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润涵 在这个诗诗和金像 来用我们自己的性情 也是生活中很好的 一种幸福 不可以用 吟诗不只可以体会到古典诗词之美 激发学员学习的兴趣 也能够发扬与传承传统文化 现远蔡明轩也鼓励民众 来学习诗词或是书法 可以增加更多元的文学素养 吟诗不仅可以 可以欣赏到我们诗诗的这种美丽 然后也可以通过音乐的方式 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文化 能够延续传承下去 吟诗也是鼓励大家 一起来参与这种音诗 我们这个社团的一个活动 不仅在这边也可以学到古典的美 也可以学习到书法 相当的不错 欢迎大家有空的一起来参加 草屯诗设以推广和学文化为止 特别开设以正统神韵学 为基底的诗词音唱 与可以陶冶新兴的书法基础班 书法班学员除了展示上课 学习成国外 以仿效古人雅峰 以自己的诗自己书写 作为展出特色 即将红一轮草屯采访报道